可以陪他們聊天 就不會讓他們很孤單 因為紫蓉 就我女兒她也很喜歡畫畫 然後她就變成了那個按家姐姐的小粉絲 2012年同修正與師兄接引我加入了仁醫會 開始參加了議診 2015年我們一起培訓 為了兼顧置業跟孩子 不論是培訓還是議診的路上 從悲到抱都帶著女兒一起參加 仁醫之愛一家四口親子同行 而在座每一位來自不同醫院診所 但都有同一個心願 守護弱勢偏鄉長者健康 還沒發現以前 我是只是覺得說 怎麼好像肚子有點脹脹的 我以為是要腰圍比較粗一點而已 這樣脹脹多久 也差不多一個多月 她來檢查那一天 其實一看上去就是她已經 肚子裡面有附水啦 有附水那肝硬化當然就是有啦 那最重要就是發現肝裡面 有兩三顆的腫瘤存在 你就是不要吃太鹹的 對 因為吃鹹喔 附水會比較容易跑出來 本身B型肝炎十多年 直到去年四月 蘇明堯醫師 曹英波一檢查 赫然發現病兆 趕緊催促就醫 除了就醫做標靶治療 其他時間 她依然來到木柵環保站 建守港櫃 在環保站現在真的是看得出來 他們其實都很合啦 環保志工大家都很會互相關心這樣子 如果沒有來的話都會主動去找 檢查的目的就是希望 早期發現 還是說有些前照我們要先處理 不要等到前面 蘇醫師如果鼓勵之後 他真的差很多 很正面 蘇醫師讓我感覺到 讓醫生變得很溫暖的心 讓我感受得到 所以在這裡我非常謝謝蘇醫師 謝謝您 醫療結合慈善 大團隊攜手 服務項目更擴大 一個快篩劑的一個組合 那原則上只要有一滴血 那大概一分鐘 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一個診斷 西行概念的治療 有非常非常好的藥物 大概可以百分之九十九 都可以得到很好很好的一個治療 最好是醫師看病人 我們現在都說 我來去看醫生 其實以前 我要讓醫生看 我們很期待 醫師是看病人 那我就說 這就是發心 發心立願 立願為人一 主動出擊 為病苦人生 注入希望與溫暖 帶來自文宵事件 九原集 台北報導 好